林依晨睽違五年 再度接下古裝大劇 收視成績大受好評 五日迎來大結局 觀眾似乎不太滿意 直說劇情沒交代 好人也通通死光光 面對這樣的負評 林依晨八日出席活動講說 我們花了很多心力 那終究它會有不勝完美的地方 結局它其實有一點開放 那讓大家去 去自己去解釋想要的哪一種 那不過 如果有不符合大家期待的地方 就是我們還是繼續向前看 林復平果然也沒脾氣 各位三民們就高抬貴手吧 而一聲也透露 最後結局跟江彬彬對看那麼久 原來是暗藏很多情緒 想的當然是跟 跟他的點點滴滴啦 對那經歷的太多 一下子在眼前 可能你也有點不敢置信 不過除了戲劇之外 最近又有網友PO出 陳琛的私下暖舉 原來是一名粉絲寫信給他 居然收到偶像的回信 回信嗎 哦 我從以前斷斷續續都有回啦 就是不一定 所以要怎麼樣寫信給你 才會輕鬆得到你的回信 這個就隨緣啊 好 謝謝 謝謝 愛一辰的朋友還在等什麼 趕快收到去寫信吧